这一间位于花莲闹区的鹅阿增店 原本用餐时间满满都是人 但现在老板却拉下铁门暂停营业 墙壁上贴着公告说要休息一个月 除了因为疫情人潮减少以外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观感 店家要自主健康管理 老板还强调不是居家隔离 原来是因为上个月25号 两个从美国返台的留学生 按照规定要直接回家中进行居家检疫 但没想到两人却是先来买鹅阿增 还高兴地PO上网招任检举 不知道你卖了一碗十万块的鹅阿增吗 我完全害死我 我晚上要消毒了 明天要休息了 店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接了这两个客人 无垢的老板还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 自己已经卖出史上最贵的鹅阿增 一天全面消毒啊 这真的很充分 因为大家减减 疫情大家都做成这样 他一个人这样派 就因为这两个自私的客人 店家要先暂停营业 老板已经把店面消毒再消毒 但还是没有客人来上门 老板索性干脆关店休息一个月 也成了整件事情的最无辜的受害者 记者刘己娇王思颖 花莲采访报道 你震警官 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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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